白天脏手术的花费真的是一个大问题 因为现在我们手术方式不同 手术费有一点差别 但这个差别不是太大 一般来说超生乳化费用大概是两三千 其他类型的白天脏摘出手术 这个收费也差不了太多 但是白天脏手术总的收费会差别巨大 主要是来自于人工晶体 因为我们现在人工晶体 不同的类型 不同的功能 它的收费差别很大 比如说常规的单焦点人工晶体 晶体的价格通常是在三千到五千 如果这个晶体还有一些特殊的技术 同样是单焦点晶体 可能会到五六千或者七八千 有的晶体它承载着看远和看近的功能 因为单焦晶体是只能看一个距离清楚的 它在生活上确实会给患者带来一些障碍 但是我们现在新型的人工晶体 可以帮助患者实现看远和看近的这种需求 它的价格就比较贵 从一万多到两万多不等 如果要是患者需要植入多焦点人工晶体 就要去咨询它到底可以植入哪一种 那个价格差别比较大 我们下期再见